今日《美好奇妙夜》公布节目单 周深将在倒数第四个节目出场 并将演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这首歌是电视剧《乔家》的儿女主题曲 这首歌已经连续四周 威脸有你榜前十了 歌曲与剧情互相成就 更有听者表示 每次为乔家的孩子们生气的时候 就特别希望周深出来唱唱这首歌缓解一下 当周深温柔明亮的歌声响起 剧中温暖的片段也浮现眼前 让我们相信 亲人的爱与陪伴可以帮助我们战胜一切困难 今晚八点不见不散吧 据悉周深八角听迷雾主题曲新歌 《最好的礼物》 会将于今晚十二点正式上线 今天可以说是双惊喜降临 期待吧 上月二十九号 周深亮相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 还在舞台上献唱 悬崖之上同名主题曲 今日《每日文娱播报》 还发布了对周深的独家对话 主题为歌手中的影视大咖 的确 周深演唱的电影OST 手手都可以收拾经典 怕你在远去 怕如你我而去 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 心声抬了红颜 眼前相似与灵暖 夜光这冬月漫长的北方 如那心上人 还在采访中感谢了他生命中的贵人纳英 你要说第一个那一定是纳姐 因为当时就是纳姐在节目里面就为我转身 对对 男的 然后后面才会有慢慢的像一个个舞台的打拼 然后一个个节目去让大家去看到和被大家听到 所以第一个一定一定要非常非常感谢纳姐的转身 能看得出周深已经得到了业内很多有重要意义的认可 相信他也会一直稳稳走下去